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耶稣伦支派尼西小组的彭爱萍姐妹 我的先生贤锦堂是一个蛮固执的人 这十多年来一直给他传福音 他总是拒绝 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家里探访 他也是不置可否 看到他这样的态度 我甚至都想放弃了 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 今年六月的一天 一位姐妹来到我的家里 邀请我的先生参加 马上要举办的启发课程 我先生居然点头答应了 感谢赞美主 当我先生随着牧师 做觉知祷告的时候 我非常激动 真的 这十多年的盼望终于收割了 我的区长又来到我家 给我先生上几点班 他就是兼顾我先生的信心 让我先生更多地认识神 有一次我先生敬拜完回到家 他很神秘地跟我讲 我好像看到了你们所说的神迹 我先生打开iPad 发现上面有一大段经文 真的很奇妙 因为我先生他从来没有狭载任何就是那个经文的软件 感谢赞美主 这最见证神迹的时刻终于到了 就在六天前 圣诞节那天 我先生和其他八位弟兄姐妹一起受洗了 那是多么喜乐 神圣 而又值得纪念的时刻 当我先生大声而又坚定地说出 非常愿意 真的我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不停 我 谢谢大家 这是我等待了十多年的四个字 这包含了神对我们一家人 深深的爱和祝福 现在我的先生就坐在大家的当中 他就在这里 感谢赞美主 诗篇126篇第五到第六节说 流泪撒种的 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的 带何孔回来 弟兄姐妹 如果你家中还有未信主的家人 请继续为他们的祷告 给他们传福音 总有一天他们会归向神 像我先生一样 成为神国的子民 我要感谢那么多年 为我先生祷告 和传福音的弟兄姐妹 愿神赐福大家 将一切荣耀赞美 都归给我们至高无上的神 谢谢大家